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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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唯独有这样才能体现这条破洞牛仔裤的特别之处 第一次大家处理这个破洞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把这个破洞的口弄得特别的大 如果你现在第一次把这个破洞的牛仔裤弄太大的话 时间久了 这条牛仔裤就会变成短裤 叨叨叨 梳子一把 这个梳子呢 可不是用来梳头的 它是用来呢 替这个牛仔裤的破洞 进行一个毛边的处理 大家可以横刷刷 竖刷刷 左刷刷 右刷刷 这个时候呢 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对粉成过敏的时候呢 可以戴一个小口罩 我是女汉子 所以我不怕了 现在大家看这个毛边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莱卡绵已经也出来了 可能它的周边呢 会有一些这个毛边比较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好朋友剪刀 去给它呢 做一些长短的处理 就会让它看起来呢 稍微自然一些 开口哨的裤子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 由于有一些牛仔裤它的材质不一样 有些呢 你经过刷子的这种刷过之后呢 它只会出来一个小小的边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洗衣机来帮帮我们 如果这两个破洞远远不能满足你对这条裤子破洞的欲望 或者是你觉得这条裤子太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裤脚边或者是口袋的位置 再进行一些处理 让它这条裤子呢 看起来会更加的旧一些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你买完牛仔裤回来 然后把它放到洗衣机里洗了之后 然后呢 再把这条牛仔裤用这种方式等干了之后 这样拧 也会让这条牛仔裤有它不同的质感存在 可能这条牛仔裤就不是那么笔直笔直的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轮廓 或者是有一点点这种魔旧的感觉 现在到了我们的拍卖环境 今天我所要拍卖的呢 就是在节目当中 我为大家改造的一条破洞牛仔裤 看这里 破洞牛仔裤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喜欢他们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去闻风而动的微博账号 进行拍卖 一元起拍 价高者得 他们所得将全部捐给我所支持的公益项目 人人公益就在身边 现在是我们回答问题的环节 微博名洪景天佑的小伙伴问 打算进军影视 唱歌之类的奇怪行业吗 其实我是一个演戏校场 唱歌跑调的人 所以呢 小伙伴们不嫌弃的话 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 继续奋斗 努力前进